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如何來繪製舊次儀 這裡我們會看到它是有四個獨立的木頭組合在一起 它的尺寸分別是5加16加5 也就是26乘上26 高度是45公分 我們在繪製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來畫這一個方形 沿著紅線畫一個26 沿著綠線26 沿著紅線26 把它封閉 封閉完之後 把它擠出一個45公分高的路線 接下來我們就要畫這個開插的部分 開插的量我們尺寸是12 因此我們拿出捲尺 把它往下畫一個12 另外這邊兩邊是5 所以我們就把它畫一個5 跟5的這一個輔助線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黏在一起 這邊在畫的時候注意 這邊要點到XX 然後我們要選到這個終點 但是因為這邊沒有線 所以我們就往上走到終點之後 再慢慢的移動下來 到這邊看到了 再把它點下去 這樣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終點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把它畫下來 或是這邊再畫一條線也都OK 畫到這個地方我們就準備暫停了 因為我們這次畫這個椅子 我們準備學習的是死心工具 因此我們把這個地方把它推到後面去 得到這樣的一個形狀 接下來把所有的輔助線插除 這個階段用不到了 我們就把這個物件點三下做一個群組 之後做一個拷貝的動作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物件做一個90度的旋轉 大家可以看到滑鼠移上來這個面之後 點下去拉出一個原始軸 從紅色到綠色到這樣子它就旋轉了90度 然後我要把這兩個物件疊在一起 抓的時候特別的小心 稍微放大一點點看看你抓到這個點是正確的 讓這兩個物件正確的疊在一起 好 那這個時候啊 同學們可以想像一下 這兩個物件它們之間共同的部分 就是這四隻腳 所以在這邊的三角形都會被挖除 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死心工具 我們取它的交集這個物件跟底下這個物件 所以你翻到這個時候我們這個椅子就完成了 這是第一個步驟 好 接下來我們要畫的是這一個 凹下去的這個部分 凹下去的部分我們要點兩下進去編輯 然後我們把這一個水平的這個線段把它畫出來 畫完之後啊 我們就要告訴電腦說 告訴電腦說我們把中間的這一個點 中間的這一個點把它往下移 所以在沒有選取任何物件的狀態之下移過來 停到這個點之後啊 你就往下走 但是這個要注意到要沿著藍線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方向鍵 來幫助我們做一個鎖定 當打到這個看到藍色走的時候 就可以停下來然後輸入下凹一公分 好 就可以得到我們這個椅面下凹的情況 當然這邊有很多的線條 我們拿橡皮擦把它擦掉 當然不是我們要按住Ctrl鍵把它揉畫 所以Ctrl鍵按住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斜線把它揉畫 好 這個是第一階段我們所完成的圖形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讓這四個椅子 它是分開來的 這四個木頭是分開來的 中間距離是0.3公分 那我們就想像一下我們這邊畫一片 這邊畫一片 這邊畫一片 0.3 0.3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邊之後啊 就可以給它做一個修剪 好 那這裡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怎麼畫呢 我們就來畫 這個26 這邊那可能就不要停在這個裡面 我們畫在外面 這邊畫一個26 然後往上畫 藍色走0.3 再往左邊畫26 再把它畫回來 好 就得到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得到之後啊 我們就把它點兩下把它群組起來 就有了一個物件 好 再過來我們就再畫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先長高 長高 這邊大家看到我們畫的這個形狀 它是站起來的 好 所以我們這邊再重新再畫一下 這邊應該是要看到綠色線 0.3 看來不太容易 我們再看一次 這邊的話我們 不如我們就 好 也是一樣這樣畫的 先畫一條線 然後往上0.3 然後走26 再往回綠色 0.3 然後把它接起來 好 這個畫完之後啊 就可以把它擠出45 這是第一個 物件 好 那再過來第二個物件呢 其實也是一樣 那其實在這邊大家可以想 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物件畫的稍微大一點點 那到時候再來把它對齊回去就可以了 好 這個畫完之後 其實我們就要放在這個正中間 放在這個正中間 那當然另外一片的話 也是要放在這個線的正中間 所以我們看看是不是這樣做 我們把這個物件 先把它點起來 群組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之後把它做一個旋轉 好 接下來關鍵的時刻來臨 我們把這兩個物件把它搬過來 首先這個物件 搬動它 搬的時候啊 我們選這個終點 去疊到這個線上面去 另外的 另外的 這邊也是一樣 如法炮制 我們去移動 這個物件 移動的點呢 也是這個樣子的終點 然後我們把它疊放 疊放到這個端點上 好 這樣的時候啊 我們如果用減法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挖掉 把它挖掉 那當然在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我們就用實心工具 把它做一個修剪 看看這樣可不可以 那這個是實體群組 剪掉這個 看起來它不讓我剪 不讓我剪的話 我們再看看 叫做 先把它聯合起來好了 這個 這個加這個聯合在一起 然後再來剪 我就把這兩片先黏在一起 然後我們再用相剪 好 我們就先選 被剪掉的 要被剪掉的 再選留下來的 好 這個時候點下去 你看到沒有 我們這個圖形就完成了 這個就此椅的繪製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還非常漂亮 可愛的一個椅子 那在這個例子當中 我們學習到幾個新的指令 首先我們學會到 旋轉指令 可以把物件做一個角度的旋轉 再過來我們學到比較重要的工具 叫做實心工具 可以透過兩個實體的交集相檢 去匯出一個我們要的這個形狀 好 我們的課程到這邊就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